才剛鋪設好的柏油路面 突然爆裂噴水嚇壞路人 彰化線原林市舉光路上 我突然傳出巨像 南下內側車道柏油路面 迅速的隆起之後破裂 噴出了大量自來水 滿地都是柏油碎塊 周邊監視器也拍到了驚險瞬間 在意外發生之前 一輛自小客車才剛好通過 只差幾秒鐘 後果不堪設想 車來車往大馬路 一輛白色自小客車通過後 下一秒柏油路面整個爆開來 原來是被驚人水柱衝破 馬路突然出現湧泉 碎裂柏油石塊散落一地 滿大的聲音 就很像地震 所以有點可怕 就是風一聲而已 好像有那個水進來的聲音 有嚇到一下了 附近民眾聽見轟天的巨響 還以為是地震或爆炸 嚇得出門查看 眼前景象簡直是災難片真實上演 第二位監視器覺得太不可思議 幸好沒車子過去 對啊 才剛鋪好的柏油路破了個大洞 大量自來水淹過路面 馬路瞬間變成碎石泥巴路 至少五百多公尺泥泞不堪 慶幸的事意外發生當時 沒有人車被波及受傷 嚇去警方道場立即封閉路段 因為大量自來水 造成部分路面有坍塌的疑慮 自來水公司第一時間派人前來搶修 刺壓過程就發現路面隆急 疑似街樓脫落 有一些水量散移到路上 造成路面的污染 目前常常全力善後 4號中午前先將北上車道清乾淨 放置三角錐開放窗向通行 下午再清南下外側車道 回復通行 預期5號南下內側車道開挖並修復 最晚6號恢復此路段南北向正常通行 索性這次新鋪的管線 不會影響民眾用水 但當地居民抱怨 好不容易判到一條新的柏油路 居然被爆管衝破 又要忍受交通不便 真的好無奈 記得讓我們有中央報導